上個禮拜我們談 叫你們回去看那個海洋生態的那個部分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們我們要怎麼創作 我會讓你們每一組 主上都有一份大家寫出來的東西 那有一些圖示真的很認真去 有一些想法跟寫一些東西 所以其他同學 我希望你們留你的意思是說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作以後的參考 因為你會發現我只念了一個chapter 可是我所有的同學幫我整理了所有的chapter 所以他變得是不管之前你覺得 我海洋生態到底學了什麼 可是你忽然有了一個算是集成 就是大家每個人都幫你做了一部分 算是複習或者是回復你們之前 學海洋生態相關的這個東西 那這部分我們等一下會談 那我要先開始讓大家稍微正式上課的第一堂課 沒這麼嚴肅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拿海洋文憑畢業 對不對 你們的畢業證書上都有一顆海洋 可是你覺得你有多少認識海洋 認識海洋百分之多少 欸 好歹你們都海物海化海生都修了欸 已經都修到大山大師了都已經到海公海波 海洋文憑畢業一點的東西了欸 那怎麼每個都笑這麼尷尬啊 怎樣 都沒有人一個人敢給我一個百分比嗎 假設百分之百就是滿分 你覺得到現在的這個程度 三十 欸 三十有人敢舉手了齁 那不敢舉手是怎樣 三十以下手 我 我這邊有一個 我比較擔心的是你們在場 有沒有參加過海環營的小隊輔導 沒有 所以你們都不在這個暑假的小環營齁 不在齁 請誠實喔 都不在喔 都不在喔 有人在偷笑 你 好 不管 那就請你 假裝前面發生的事都忘記這樣 我這邊有 我這邊有實題 我明年會換版本了 因為我這個已經換兩年了 我這邊有實題是什麼 是國外海洋教育 你們都受過海洋教育 從小到大你們是受過台灣海洋教育長大的 這裡有實題是國外 英美 海洋教育 中小學 我還沒有到比較高級喔 是中小學 相關程度的問題 我隨便從那個題庫裡面抽出來的 那有一些我有內化到台灣 比較跟台灣本土環境有關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到第幾題全班陣亡 所以 請你自己拿一張废紙出來 等一下 我們基本上的操作方式喔 是 我等一下出來那個題目 答錯的 就請你自己非常誠實的站起來 後面納涼去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全班最後剩幾個 來 還存活 照 但是請大家保持稍微低調一點 不用這麼嗨 照 我想看喔 去年 好像地體能不死啊 這也好像照你們去年的學長姐 所以 第五 第六題就全班陣亡了 好 基本上喔 這個不需要討論喔 這個就是你自己 我剛說的就是他們的中小孩 包含那個pre-school 就是幼稚園階段的題目喔 我不希望第一集就有人那個離場 還滿尷尬的喔 所以它基本上包含了 我抽了一些海生海物的部分 我不需要熟心朗讀一次喔 那個視力 如果後面看不到的 我就可以說請你往前 寫定離手囉 我怎麼可能這麼多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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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 你考試的時候可以問我 第四個是這麼多題 我當然不行 沒得討論喔 沒得討論喔 寫定離手囉 等一下 那個答案出來之後 自己不對的 就請你自己體力站起來 打頭砍去喔 不會有人定體就正完嗎 都對喔 都對喔 好 那你問我什麼是鵝龍 鵝龍就是你現在看到 那個小白頭上的那個 它是 它是用來傳那個聲納 接受聲音的 測線是什麼 測線是什麼 那我們海姿系的好同學 海姿系的咧 欸 海姿系勃起啊 測線是什麼 測線是什麼 原來在測水油跟測 有沒有在掠石跟泰石 測到哪裡的 所以它會在魚的哪 測邊身體兩色跟魚 好 謝謝你的解釋 太清楚了齁 這個是內跨到台灣的題目了 是海生館的 不是外來中音程 不是外來中音程 引進物種形成嚴重的 火壞不吐壞 聽著 不是喔 好 我不相信全班都還可以坐著 喔 哈哈 欸 兩顆 啊 真的只有你們兩個喔 怎麼可能啊 不要再坐了 難道變了 我們就沒坐了 我們就沒坐了 他自己的命運都坐了 我自己的命運都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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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兩個 那我好好寫喔 你們寫什麼 前面兩個應該沒什麼太大的爭議對不對 造型化屬於是什麼東西 垃圾魚 所以它其實也造成很大的問題 有很多人欺養或是水塑膏那個太多 丟下去之後它就下去了 那因為這些所謂的外來進來的物種 很多都會變成叫做入侵種 就是它開始對本土的環境造出很大的威脅 所以你們好像有在看不到哪一些是張節奏也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引進了這些外來種 即使在大海裡面喔 大海裡面最常有的一個狀況是什麼 跟著船進來 所以你們去看船的時候也可以去看 船有沒有你可能不見得看得到它在排壓艙水 可是所有的船裡面都會有個東西叫壓艙水 去保持那個船的它一定的那個穩定性 那它有可能在它的國家裝了一桶的水 可是沒有在合法的狀況下 進來我們的港之後就把它排在我們的港裡面 那非常有可能裡面就有這些我們講的外來種 可是如果它非常的強勢 它就變成了入侵種 就會影響台灣的環境 所以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物種是外面引進來的 再起碳 其實昨天給我集 ties 找走 紙巡邏 有過 阿 18!! 在後來的餐廳 很抱歉後面的人不能再付 Fuck 會不會選辦司光掛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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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燕 這裡還有位子 你們上個禮拜問你們海生學了什麼 有非常多人很高興的跟我說 學了備類 學了軟體動物 學了什麼東西 我比較要講的是下面這個洋睡族 知道洋睡族是什麼 你們上禮拜好像有人有談 你玩他幹嘛啦 知道洋睡族 如果你看到一個環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洋睡族 代表什麼意思 乾淨嗎 還是不乾淨 你們在哪裡看到非常多的洋睡族 有 有沒有看過小美人魚的卡通 有 裡面有洋睡族 他在哪裡的時候會出現 他跟巫婆他們通常是一起出現 所以 很奇怪 你們又不出去玩 又不看卡通是怎樣 很久以前喔 謝謝 我不能說他環境不好 可是因為洋睡族可以適應比較 廣的環境 所以如果這個水域裡面喔 如果你在某一個草間帶裡面發現 啊或者其他的東西都不見了 只剩下洋睡族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這個環境就有一點尷尬了 就會只剩這個單一物種 因為他的生存性很強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石頭縫下面生出 那個一隻一隻黑色的可以長的 基本上都他啦 所以他會變成是一個你可以去評估 這個地方是不是OK的一個指 算是指標 我前面這裡還有很大的空間喔 OK囉 這次豐富了齁 我還沒寫 我還沒寫 我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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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盡量稍微 這個音量少一些 什麼 這個 啊 那個後面的角落 是有人被遮到在後面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 那邊全部都很好 那邊全部都很好 但 大勢經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如果 你 你今天如果去海參館 呃 我不知道你們多久沒去海參館 可是海參館根本有一間是精臀的聲音的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精臀的聲音 在裡面讓你去測試去按 告訴你說 欸什麼樣子的動 什麼樣子的精臀 他在什麼樣的聲音 那曾經有一個 嗯 專門收那種環境聲音的人 他們有去 我知道他好像還有出了一句 類似錄音 CD那樣的 就是專門打刺驚的歌聲 那 現在有非常多的研究 在研究什麼 這些發聲 比如說 海下鎖的魏瑞翔老師 就有在研究 他們就會丟非常多的那個側聲的系統下去 然後去看說 欸這些精臀 是不是在碰到什麼樣子的環境的時候 他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代表 我今天如果在這麼大的海上 像我們一樣去用講話 講話馬上可以有傳達的意思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他們好像都不會說話 可是後來也就發現 不是他們其實在上面 有他們特殊的發聲系統 甚至會有之前海深鎖的莫瑞翔老師 也有研究魚類的發聲系統 所以他們其實在上面 是有透過一些 大家可能覺得很好奇的 想像不上去做發聲 我印象中去年一般是到這一季之後 全部都白白在聯絡 那你們全班就看著他玩遊戲這樣 最重要的 那你們全班就看著他玩遊戲這樣 有各種音質獨秀啊 各種音質獨秀啊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非常多不同型態的環境 他們拿來去做 不管是生殖能 或者是藥品 或者是不同型態的 的 也有把它拿來做 所以環境基本上會是 種類最多的 這是全球 好厲害 在這邊看到我 厉害厉害 基本上 你們說的已經怕狗狗的回憶 後來他們覺得是尊 而且他也不回油了 他現在回油嗎 他不回油了 他被入封了 就是我們已經在 因為地形變遷 他已經把他 我們叫做陸風 他就走在這個上面 那為什麼會給你們看其他三種 一般來說毛蟹 剛剛你們有在後面講毛蟹 我不知道你們是誤導別人還是什麼 但是毛蟹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沒想到這件東西 沒想到他 或者是忘了他 可是因為他會回油 所以代表我們很常 有非常多的蟹或是這種 會到海裡面去產卵 會上來去做產卵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有任何的海岸公路 或是任何的 擋在海跟路中間的 這一個阻礙的時候 就出錯了 因為他就哭不去了 所以下次去騎金玩 你們去看那個騎金的 那個那條叫什麼 騎腳踏車的那條 什麼什麼大道啊 彩風大道還是什麼大道 那個上面有非常多的洞 下次你們去注意一下 那個是幹嘛 那不是人型先沒事去挖的 是蟹挖的 他有時候要過去 或者是幹嘛的時候 他出不去就開始鑽洞 就開始挖洞 那之前也聽說過 愛河不是也有那個旁邊 有那個螃蟹去挖出來的洞 然後害人家摔跤 或者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狀況 所以很多 為什麼要大家去看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講說 讓你去看海洋生態 不是我們不是海生所 所以我們不是真的去研究 這個所謂的生態的奧妙 你知道我們要去做的是 這些生態跟人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們會不會再做任何 你們之後出去 再做任何工程的時候 再看任何工程的時候 還好我一不小心 就害人家不能回遊了 非常有可能啊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做任何一個 核酸工程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人 可以考水利計師的 如果你要去做任何 核酸工程的時候 請你稍微確認一下 你做的那個地方 那條河段 會不會有任何的回遊物種 如果有 那你又非常不幸 一定要在上面做任何的題 或是做任何的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幫他想辦法 所以這個是要讓你們了解 生態的背後的原因 就是我必須要知道 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對他 有什麼樣子的改善 那你們要進去第二輪嗎 不會有人連續兩輪都這麼慘 都後面待著在吧 就繼續第二輪囉 就繼續第二輪囉 甚至理美 通常在抓頭肚的時候 會用什麼方式 這不會有人錯吧 還是我這樣一問大家就不好意思說他錯了 麻煩錯的人就自己後面繼續去玩耍一下 這個基於燈會是什麼 你們很常在出去那個港邊 那個漁船旁邊看到他掛的那個一個一個 所以在澎湖 有沒有去澎湖夜吊小館過 他一定是夜吊對不對 他就會開始晚上的時候 放這個所謂的晴雨燈 然後讓他有那個趨光的那個過程 他過來之後他就一直一直把他拉上來 所以複選喔 而且複選三個這樣 對啊 對啊 你們很常聽到的名字 就是生物多樣性每天都把有人在講 報上也在登每個市長都在講 我要生物多樣性 到底什麼叫生物多樣性 選好了喔 通常我們在講生物多樣性 你會比較常知道的是那種物種 對不對 大家就會知道說 啊我這邊到底有多少種的蝴蝶 我有多少種的鳥類 所以我們生物多樣性好高 可是其實我們要有的那個生物多樣性 還有這兩種 一個叫基因多樣性 什麼意思 有沒有發現台灣的米 很多人都會說很擔心台灣的米 越來越單一化 光是米其實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種喔 有非常多種 有些種甚至不是好吃的 是不能吃 就是可能吃起來 不是我們這麼可口 這麼美味的米 可是米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種 那大家會擔心 欸單一化有種不好 如果我今天有某一個病 或是某一種蟲 他就偏偏愛吃這一種 那我會跟你說很尷尬 台灣會一夜之間 所有的米通常都不見了 就全部通常都被吃光光了 或者是他得了一個病 就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開始全世界 有一些計畫叫做保基因庫 即使是米 他幫你去把全世界的米 全部的基因都收下來 到底有哪些地方 哪一些國家 哪一些地方 他有哪一些米的基因 那如果這個地方 真的有發現一些問題 或是狀況的時候 我能不能去讓這些基因去做回復 或者我能不能把這些基因庫再掉出來 所以基因的多樣性 是很常被人家忽略的 大家覺得說 欸我只要有鳥就好 但是我不care 我到底我實際上這個基因 或者我只要有米就好 但是我應該要有多少個 不同基因形態的這個米 那另外一個是生態系的多樣性 什麼意思 我可能台灣欸我假設 濕地生態狀況性好高喔 那我是不是就都只要濕地就好了 呃冰原生態系 感覺物種不太多啊 我就放棄它就好了 基本上他們在談的是 我要所有的生態系 也是很多不同樣的 我同時要有冰原 我要有濕地 我要有紅樹林 我要有各式各樣的生態系 所以我們在講你們會很常聽到的 生物多樣性的那個三個層次 其實包含這三件 這三個都要有 不是只有單一的物種 這個不會喔 你們海物就全部盪掉 我告訴你們 據我知道這是你們海物必考的題目 外系的不搶手 外系的不搶手 但是本系的不錯 我就去找 我跟誰節目當的感覺 但是這次既然沒有海上的嗎 這是既然有股東潘老師上的喔 是啊 既然有股東潘老師上的喔 你們的這個嘗試到底是誰給你們的 既然有股東潘老師上的嗎 其實是吧 這次既然有股東潘老師上的嗎 有股東潘老師上的嗎 我完全沒聽過 我會吧 基本上喔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 commonent 不管不管你不用去背到那個系的數字 可是好歹多少千你必須要記得 不要跟人家出去跟人家說我海洋畢業的 結果去人家說海平均多少 不知道一千兩千把兩千三千把 然後到底多少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數字把它記在腦袋裡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學生背送的人 可是有一些基本的數字記得 包含很基本中邊生長的這個數字 如果你以後出去念書或是出去玩 人家碰到台灣來的來跟你打個招呼 台灣多大啊 你要馬上可以變成英文講得出來喔 那你高雄來的 高雄台灣接二大成耶 高雄有多少人啊 高雄有多少人啊 你也要馬上就可以講得出來的喔 所以一些基本 你自己這個專業領域裡面的數字 多多少少有一些基本的 common sense 下面哪一個是國際間公認的海線條 都選了喔 有人上大嘴巴是怎麼意思 好可以回來了 這個為什麼要告訴你們 除了我會說這個東西是他們的國中小的 common sense 那我只抽了一些我沒有抽 我沒有抽很多 那你會發現他會讓小朋友連這個都知道 連法律都知道喔 就是告訴我是國中小喔 他們應該是到他們的K12 所以到高中 所以他會希望他們的高中以下的至少都知道 如果我今天在全世界裡面跟別的國家在海上面吵架打架 或者發生任何爭執或者要去哪裡捕魚的時候 我是有一個國際上面的法律可以去管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就是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那之後我們會談到一點點不會非常多 但是你會知道到底台灣今天出去 我可以補多少的鮪魚 我超過了多少鮪魚 欸我不小心補超過量了被人家抓到了 怎麼辦會被制裁 那誰來制裁你 制裁的結果是什麼 阿賀明年漁民可能要少補多少噸的魚 那我們的漁業署要出去協調談判 告訴大家說我們不是故意的 我們明年會怎麼樣的改善最前 讓我們再補回這樣子的量 所以他在國際間是有一個約定 一個共同的規範大家要去遵守的 那台灣目前非常欠缺的一種人 叫做海洋談判人才 就是你有海洋基本的知識 海洋基本的相關的認知 然後你可以出去做談判 像剛剛說如果雖然可能是我們的錯 我們的漁民給人家過界了 或是多撈了魚 那可是你又不能不顧自己漁民的生計 熊熊明年就只剩一半的量可以補 你必須要去跟人家談判 或者一艘國際的郵輪 就好死不死在我們的高雄港 給你漏油漏了一大半怎麼辦 他也不賠就跑了就落跑了 那你必須要去國際上去做談判 所以台灣非常欠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練好你的英文 那你們又有海洋基本的背景 有一些台灣有四所還是五所的學校 是有海洋事務研究所的 那通常海事所應該就是在培育海洋談判 其中一部分在培育可以出去做海洋談判的人才 包含漁業的談判包含剛才說糾紛的談判 包含可能污染相關的事情的談判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 大家會需要比較知道的這個東西 所以還不錯你們翻身到 剛剛多少第六題 好我先用十分鐘的時間稍微講一下你們下一個 我等一下會談那個生態的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們還有退選的機會喔 所以你們還在加退選喔 還在吧 還在嗎 對我據說是這個禮拜 所以要退的趕快退喔 我們有很多作業喔 其中我們常常的講過第一個作業 我讓你們去看魚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我們大家會談到從生態的這個面向去談 但是從小到大你們有沒有跟過媽媽去買魚 有 會知道那些魚叫什麼魚 唉唷不錯有人知道 會知道你們大概平常吃的魚是什麼魚 哪裡來的 海裡來的絕對不會是路上來的 美國有一個 不只有美國 歐美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玩的行動 他們在所有的餐廳 沒有不敢不敢說所有 很多參與這個計畫的餐廳 他們發起了一個動一個行動 叫做看守海鮮行動 還是吃喔 還是讓你吃喔 所有人都可以吃喔 可是他在這個餐廳裡面 你會看到像下面他會有一個小折頁 比如說我今天去這間餐廳是四月 那這個餐廳就會拿出這個折頁來說 四月你可以吃什麼魚 你不能吃什麼魚 那建議你多吃什麼魚 那他就會有相對的料理啦 但是他會告訴你說 在而且他是分區喔 比如說美國的東北美國的中部 中部就是淡水魚啦 或者是西岸南岸 完全有不一樣的這個手冊告訴你說 什麼什麼魚在什麼季節可以吃 或者是不能吃 那 這會看啊嗎 那他們當時也出了一個 這個是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的 那不好意思 我本來要帶這本書來 如果我們的書稍微出去流浪式中文一下這樣 還沒把他抓回來 這本書如果你在成品出現看 他曾經有上過那個非文學類的排行榜 他就叫做海鮮的美味管歌 他在告訴你什麼 這個人很愛吃海鮮 寫的這個作者 所以他開始覺得 好像不是這些所有的海鮮都吃不進的 那好像有些海鮮吃下去對人是有害的 所以他列了很多的東西告訴你說 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那基本上是兩個很大的原則喔 第一個原則是 你吃完他就沒了的 就是對生態上的影響 第二個是 你吃了就會掛了的 就是吃太多對人不好的 那這些事情也不是開玩笑的喔 我在美國生小孩的 所以我的懷孕過程都在美國 那我當時在懷孕的時候 醫生就第一天就給了我一張單子 就是上面的魚 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 就跟我說你只能吃 不能吃養殖的鮭魚 因為養殖的鮭魚有很高的重金屬 那你不能吃什麼東西 那你一個禮拜最多 假設你真的要吃 你不可以吃超過幾克 所以他會有一個部分 是對人的健康著想的 所以你們的其中有一組 在做那個食物鏈的時候 你們也提到說那個生物累積 對不對 我有一些魚我在吃的時候 越累積越累積越上去 其實害到的是人 所以他裡面有列一些大概的形態 比如說盡量盡量不要吃野生的魚種 就如果我同樣的一種魚我兩個都有 那我是不是可以選擇 我可以去吃養殖的 不要去吃野生的 可是因為發現他有一些 看大象的時候會覺得有一些衝突 可是他裡面都有列出什麼什麼魚 所以你會看說如果今天養殖的 他會建議不要買養殖的蝦鮭魚或者是鮪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的養料非常多都是魚粉或是蝦雜魚 那他會建議說如果今天是要養殖 我最好就是烏鍋魚跟鯪魚 因為基本上他的養料通通都是草食性的 所以我會再請助教印相關的這個原則給你們 就是他到底說什麼要吃什麼不吃 或是他們的相關的內容 可是你會發現他有一些很前一陣子 也有上過新聞的大家都說不能吃布拉蜜 有看過這樣的新聞 為什麼不能吃布拉蜜 小魚對不對 基本上布拉蜜不是特定的魚種 他是非常多的子製魚就是小魚 所以他們會覺得我基本上 我在吃這些所有的子製魚在生產過程之後 非常大量繁殖之後的那個小魚的部分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盡量不要吃布拉蜜 那台灣也有相對的其實台灣有喔 台灣當時是有一些的包含從海參館開始 他有去訂出一些在台灣來說 他們覺得可以吃或是不能吃的 所以這個是他們推薦可以吃的 所以如果你看不太清楚字的包含從上面 蛤蜊啊 文蛤啊 牡蠣啊 九孔啊 鮑魚啊 這些都是他列為可以吃的 那他會告訴你說為什麼 比如說他今天是台灣本地產的 或者是他是養殖的 或是他的養殖方式是OK 比較是環境友善的養殖的方式產出來的 那一直到下面 養殖的那個烏魚或者淡水魚 或者絲木魚或者烏鍋魚 這些都是他們覺得是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時候 你可以去使用的魚 那他也會有一些不建議 或者是這個部分是你稍微思考一下 欸我不見得真的 如果我有其他替代的時候 我可能就可以不要吃他 那包含你會去看到有海膽 那個日本藥裡面一定會有的 對不對 海膽 包含那個紅蟳 大家覺得好像那個中秋前後 我就一定要去吃幾隻這種東西 的那些那個那個型態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他建議希望避免食用的 就是不要吃的喔 你會去看到最右邊右上角那個是什麼 珊瑚礁魚類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在墾丁的時候 最常出現的是什麼 就是珊瑚礁魚類 在他們的那個大的那個養殖箱裡面 看你看上哪一隻就把它抓進去吃了這樣 所以包含你說珊瑚礁魚類不建議吃野生的石斑 那個黑溝 第一個是那個黑溝 就是你們會在海產店看到的 或者是圓雪也是不建議吃 所以圓雪當時 那本書上也有提到 當時哪一家素食店會有很多的血魚 麥當勞 對不對 所以當時這個行動也有推到麥當勞頭上喔 所以麥當勞他們當時有換血魚 就是去換那個血魚種 就是不用圓雪 他本來用的是圓雪 所以他們也有去換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行為 因為這樣子的行動 去換了他所有的用的那個魚種的型態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看起來 有很多我們平常覺得都好好吃的喔 包含下面那個豆腐沙 豆腐沙也很常出現在那個海產店 所以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我們覺得 或者他們當時海生館列出來 會希望這些魚種是不要再吃的 他包含了我們剛才講說 你可能吃完他就不見了 或者是你可能吃完會對自己身體有害的 所以希望大家花 我這個是先預告喔 因為我讓你們有三個禮拜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三個禮拜很長喔 我會每個禮拜再提醒你們 但是我讓你們有三個禮拜去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你從今天開始 你可以去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稍微研究一下 南台灣的海鮮菜單 就是我們到底平常吃了什麼 什麼東西被你吃到肚子裡面去了 你可以隨便Google上面一打日本料理店 菜單就全部跳出來了對不對 你可以到那個餐廳的門口去看一下 我的菜單到底是什麼 他的菜單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中式西式日式 到底有多少的魚被我們去吃到 有多少不同種的魚 是在南台灣非常非常熱門被大家吃的 那我稍微以南台灣為主 就是可能高雄啊台南啊屏東啊都OK 所以就你們自己人在地心 你們方便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 這個是小組做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組裡面 稍微分配一下說 大家一個人去找個兩間餐廳 看一下到底最近大家都在吃什麼 或者是不同的季節到底 日本料理店一定有分季節限定魚種對不對 他要告訴你說什麼季節有什麼魚 所以你先花一個禮拜 稍微放比較廣一些 去看一下現有市場上的魚 是列在菜單上面的 那再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不是每天喔 自己找個一兩天的時間去看市場 市場上有什麼魚 就是賣出去的市場 他可以是超級市場 可以是傳統市場 就是跟下次你媽去買菜的時候 叫你媽帶你去 可以是魚市場 比如說那個鵝阿寮 就有一個很大的魚市場 那鵝阿寮在哪裡 在那個算什麼 新達港 新達港哪有到台南 廣東 好吧 那個什麼也有一個 錢鎮也有一個魚市場 錢鎮就沒有到台南了嘛 錢鎮也有一個魚市場 你可以去魚市場 你可以去傳統市場 那去看一下市場上面 這一陣子到底是什麼魚貨 那魚市場喔 如果你膽子夠大 你可以去跟他們拿雷 就是這個魚是哪來的 跟市場比較 市場比較難 除非傳統市場的那個魚貨老闆 是真的自己去大盤去批魚貨的 那魚市場的話比較容易 魚市場他們就是能夠一船一船進來 所以你可以去問他說 欸這個魚是哪來的 或者是這個海產是哪來的 你可以去拿雷問看看 可是去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去收集一下這些魚貨 在市場上面 大概的這個狀況 那最後那個禮拜去做什麼 你們自己一組就好 去訂出一份 如果我今天要去推薦給台灣 南台灣的海鮮餐廳的 剛才說的那一張 像美國那樣子的那一張指南 我會再印一些範例給你們看說 他們的那個指南裡面 有列什麼項目 可是你就可以去看說 欸我到底搞不好 我今天發現市場上 根本就沒有某一種魚 可是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餐廳裡面有這個魚 它可能是進口進來的 不是直接台灣南部的魚貨進來的 它可能是需要從北部的魚貨 抓完之後運下來的 欸那這個好像就違反了 我們在地那個魚貨或是食材 其中一項的規範 那我可能去看說 欸某一個魚種 明明就列在剛才那個 不可以進希望大家不要吃的 那個名單上 可是魚市場照樣一堆 可是餐廳裡面照樣價格非常的高 那是不是會推薦餐廳 可以把這個東西 換其他種的食物 或者換其他種相關的食材 所以三個禮拜很長的時間 讓大家去看一下 你們平常吃的海鮮 到底是哪裡來的 那到底你們吃了哪些型態的海鮮 那有沒有人看過這一瓶 沒有沒有沒有 好 真的嗎?欸好像是欸 我等一下會開始講那個生態 或是你們的那個部分的同時 請這個傳下去看一下 然後你們等一下給我看完之後 給我答案你們覺得它是什麼東西 好我把上面那個封口封住了 就是因為怕你們把它打開給喝了這樣 這是不可實用的喔 那個那個實用碗比較叫救護車了 所以稍微這個是玻璃瓶 所以稍微小心一些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猜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好 就穿一下 好下課十分鐘 好 好 沒有喔 先輪到 就好 所以 我之前有提過說 我們會有蠻多 主做或是主討論的狀況 所以 我想大家都這麼大了 不用我重複 跟大一大二我才會講 就是那個主要吵架之前 請先來找我這樣 但是你們都這麼大孩子了 那個主要吵架之前 應該自己先解決 或者真的吵到不行的時候再來找我 就是那個那個廠道快要分 快要那個動刀動槍 或是有任何不治的行為出現之前 請先 請先 請先跟我們聯絡這樣 好 所以 這是 會發現 怎麼會來看出這麼多英文字對不對 你們上次看的也都滿是英文字啊 等一下 我們會 會一組發一份 那 因為這個教室的環境實在不太好用 會 我通常會最後有一部分的東西 或是一部分的 不見得每個禮拜 但是會有一些可能現場 就會需要討論的事情 那到時候可能就是我們看一組 又自己找一個 你可以握著的空間 就是你們自己去拆這個教室裡面的這個空間 那 我們知道談出來 你們上禮拜看的 基本上都是在談生態系統 對不對 海裡面的這個生態系統 那 大概都寫了 可是有沒有人要給我一下 你們的定義 或是你覺得 什麼叫做生態系統 你要照念英文給我也行 但是你覺得 或是你很快直接翻譯的 你覺得什麼叫做生態系統 每個人都眼睛盯著上面 然後都沒有反應這樣 什麼叫生態系統 或者是就你們之前海生第一堂開中民意 應該就是問什麼叫系統的 生態系統對不對 你們有什麼要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 你選幾號 二四 你們班的二四都不在這 我忘記在平台下 誰二四 沒有喔 我不是很二四誰 隨便大三大四有二四就都好 在那裡有誰 大四有 喔喔大四有 竟然悶在那裡不作聲 沒有 我忘記大三轉走了 不是你指使 所以你在想說有沒有大三先撐著 那個大三二十號會先出現對不對 對 就是要有生產者消費者跟分解者 然後還有什麼營養就是能量的來源 好 要有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 然後要有能量的來源 就好比說陽光之類的 好 基本上就是一個 有沒有看到他 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看他最後一個字 他會說這個所有東西是一個動態的對不對 我剛才說我有所有的進來的這個 不管我要的陽光 不管我要的基本的能源 我要的所有的東西 我可以讓這個裡面的 不管是所有的生物體包含人喔 他上面有談說包含人喔 所以人也在這個生產系統裡面的一部分喔 所以我們先不要談那種很純把人離到外面的 基本上你們上次在做的 或上次你們在看的這個東西 所有的人跟這些不同的這個系統 都會有非常非常大的關聯 非常大的相關性 所以如果你要去考跟環境相關的 相關的研究所也好 或者是科系也好 很常他們會考那個名詞解釋 會出現生態系或者是環境 所以你要去解釋 到底什麼叫做環境 什麼叫做一個生態系統 我的電腦不理我 好 就幾張不同的圖片 非常快的論破是 我們會看到非常非常多海裡面的生態系統 這些我相信你們都不陌生對不對 你們都一定比我還熟 就是如果我今天從最深的深海去拉到 你們這個禮拜會有人看到的珊瑚礁 上禮拜看到的珊瑚礁、河口、潮電帶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生態系統 那如果剛剛照我們前面講 我們希望保有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就是這些東西都要在喔 所以大洋、深海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相對來說什麼東西會比較少 什麼東西比較少 空間很大啊 所以它有 但是它什麼東西會比較少 蛤?蛤? 什麼大聲 我跟妳說什麼就不見了這樣 營養鹽、食物來源 相對來說會比較少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先去想一個事情 我等一下會問你們一個東西是 如果你是一隻魚 或者如果你是一隻活在這個裡面的東西 你要怎麼適應啊? 人先先沒事我走到路上那個就還滿多吃的嘛對不對 如果我要在這麼大的地方活得下去 這個裡面每一隻體型都還不太小 我要活得下去啊食物又很少 我要怎麼辦?我要怎麼適應? 我要怎麼在這個裡面可以活下去? 蛤?餓肚子喔?那個不叫做適應生存的方式 那個餓肚子的那一隻大概沒幾代就掛了 那不會餓肚子的那幾隻才會活下來 那再往稍微內陸一些 可是有一點點的深度的 你們可能會看到有一種台灣比較少 就是這種所謂的海草床 海參館有一個很大的鋼 垂直鋼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這個海草床 那裡面可能會有可愛的水踏、海踏 然後會在裡面跑來跑去 在美國加州非常的多 那他們也曾經出現過非常多的問題是 台灣邊的污染或台灣邊的工廠 它就出現了把這個東西填掉 或者是有相關的這個影像 造成他們的海草床不見 或者海草生態系不見 可是海草跟海草生態系其實是 佔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只是目前它的數量不這麼的像以前這麼多 或者是不是這麼的安全 那台灣比較多的是這個 珊瑚礁的生態系 那你先看到這一堆放出來紅紅黃黃的 知道那個是什麼?珊瑚禪卵 所以我忘記上次女班有沒有人會潛水 好像有對不對? 墾丁的珊瑚禪卵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季節 那曾經也有非常多的潛水員想要去看 後來他們都不太敢宣布說到底是什麼時候 是珊瑚禪卵的季節 因為他們怕太多的遊客會造成太大的干擾 可是珊瑚禪卵的季節非常的有趣 它會集中在幾天就會發現整面的珊瑚 開始去大量的排卵 那因為它因為據海森所的老師他們在講 他們現在還在研究那個機制 為什麼大家會全部都知道 同時在這一兩天同時排卵 可是它的策略是什麼? 它要增加它的繁殖率 所以我所有的人一起在排卵的時候 它可以增加它繼續在繁衍的這個機會 所以你可以去想看 如果我今天在這麼大的一片海棠的時候 他說先生沒事我也不碰到另外一半 或者我要在這麼多不同的環境裡面 又還可以是媽屋的 我要去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我要有相關什麼樣子的策略 我才能繼續往下延伸 我才能讓我的這個 除了剛才說餓死之外 我才能讓我的族群是可以往下繼續 繼續活下去的 那稍微上到暗一些些 就會是你們看到的 有一組看到的朝天帶、河口 或者什麼處理的這個地帶 那這些地帶的生物也非常非常的奇特 你們都去過線看對不對 上個禮拜你們都非常高興去看過這些生物 你覺得出來這邊的生物有非常可以 需要有什麼樣子比較大的環境適應力 假設你是活在那邊的 可以活得了嗎 你會需要什麼樣子的環境適應力 朝天帶可能跟深海又不太一樣喔 深海我大概水溫一年四季不會差到哪裡去 對不對 可是我朝天帶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喔 我可能半天被太陽曬到快要死掉 半天是淹在水裡面的 所以你們會發現 欸你們上次在玩那個 或你們在講那個騰壺 他可以有辦法把他自己蓋起來對不對 我要去發展很多不同的型態的策略 或者是措施 讓我可以長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我可以耐半乾半汗 我可以欸上面的淡水進來 稍微鹽度變化大一些 我是可以撐得了的 我可以稍微鹹一些稍微淡一些 我的人群是比較大的 所以在朝天帶的生物 他會發展出比較不一樣的系統 或是比較不一樣的適應的能力跟適應的不同 那給大家一個小的嘗試就好 剛才講珊瑚的時候 其實台灣是他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珊瑚的點 為什麼這個是我們在看到的一個叫做珊瑚大三角 那台灣其實是那個三角形的那個北界 就是北的那個那個那個點 所以我們之後會談到一些國際上面的行為 或是國際上面的關係 台灣其實有非常好的資源 可以去做國際上面的敬畏 因為跟人家講說欸我們家的珊瑚這麼重要欸 如果今天台灣的這個珊瑚不見了 啊賀是不是你的珊瑚大三角就缺了一腳 你就開始往下推說 所以台灣應該要可以加入南太平洋 然後在研究相互大三角的一個部分 我們有這個權力加入 我們有這個力量或是有這個資源可以去做加入 所以不要覺得我們在做學術研究 或是之後你在做學術研究 是欸我通通都埋在房子裡面 或者我都是做覺得好像 我沒有辦法有一些什麼國際上面定位的這個貢獻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資源 或是非常多的海南資源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是可以在國際上面去做發聲 就是在國際上面去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角色跟貢獻 所以以這個珊瑚大三角為例喔 其實現在就有這麼多不同的 不管是公約也好啦 或者是論壇也好 都會跟他有關都會建設到他 那也代表如果今天我們可以有機會 或者如果我們可以有這個權力 在這個裡面說一些話 聽起來好像也還不錯 那也可以幫我們台灣在海洋 不管是科學啦 或者是海洋的相關的這個領域上面 去有一些相關的事情 那包含我們不要變成那個大三角裡面 去破壞或者是誤然的那個 因為別人就可以去來制裁說 欸你今天在這個同樣這個大三角裡面 為什麼你可以變成是下面毒魚炸魚 或者是去把那些上不一樣的 去破壞的那個部分 那剛才很快run過說有一些 你們比較common sense會聽到 或是看到的這個生態系 可是在下面要給大家一些 也是很快的run過一些 你們可能之前都學過 或者是都看過的一些名詞也好 或者是形態也好 會跟這個生態系有關的 第一個是這個空間 跟我們陸地上長得不太一樣喔 陸地上我可以說欸好吧 我也可以去分高山系統 我可以分草原系統 我可以分不一樣的獅子要住在哪裡 老虎要住在哪裡 或是不同的生物住在哪裡 可是在大洋裡面一樣 我們有一樣的不同的分類的系統 一個是從空間分子 這個據說田老師就考過了對不對 好所以理論上你們會知道 在這個空間上我可以怎麼去切 不管是從那個垂直的喔 或者是水平的喔 或者是離岸近的離岸遠的 我可以怎麼去切這個不同的空間 那每一個不同的空間 它的特性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要回過頭來問你們 都修過海物海化 或者是沒修過的之後 去在珍珠討論的時候 可能會碰到哪些區塊會有多少的光 哪些區塊岩度會多少 哪些區塊會有比較多的硫 哪些區塊會有比較多的硫 哪些區塊會有比較多的營養岩 你們會是點頭還是搖頭 你們剛好歹打給我 你們都有百分之四十嘛對不對 三十以上好不好 如果我今天問你們哪些區塊 會有最多的光 再加最多的營養岩 一陣沉寂 哪邊會有最多的流 它的擾動會比較大的 繼續點頭搖頭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小小的測試 等一下會知道大概 你們到底知道有多少這些所謂的物理現象 這些物理現象會覺得跟生物有什麼關係 啊當然有關係啊 你要有這個適當的環境 我的這些物種才會活在這邊 我才會有這樣子型態的生物 或是有這樣子型態的東西 所以空間是一個分類的方式喔 就是我用垂直 到底距離海裡面下面多遠 另外一個方式是我距離按多近 它有多大的方式 那你不要去細看後面的字 另外一個分類的方式是什麼 就生物的分類方式 你會看到最左上角那個叫做Plactone 是你們上個禮拜很常講的浮游生物 就是不會自己主動游的啦 就是水裡面飄來飄去的那些東西 那另外一種的東西叫做什麼 是會自動主動游的 它可能會可以抵抗流啦 抵抗潮它會是游的 那另外一種是在地底的 就是趴不是趴的 就是底漆的 它會是在這個 我們講的那種底漆的生物 它會是不管是在地底下挖洞的啦 或者是就是在那個地的那個表面 所以你剛剛看 那我可以從生物的 我可以從生物的的型態分 我可以從剛才說的空間上面去分 那我的那一瓶想到哪 還沒想完好 那分完之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告訴你 我今天再分完之後這些物理的條件 它怎麼去影響這個所謂的生物的環境 或者是生物的狀況 或者是生物的條件 這個是 剛才我問你們的 哪些地方是最多光跟最多營養鹽的 所以假設這個是我從空中上面去拍 不是我拍就是一個 我沒有打出出 但是是一個網路的資料 如果我今天從全世界上面的海洋上面去 去幫它去照一張照 那去告訴我說 哪些地方是可以最多行光和作用 最多的看起來最多的物種會產生的這個地方 它去幫它拍了一張照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的那些藍藍綠綠的地方 基本上都在哪 都在靠近近岸的部分 我可能光照比較多 我可能營養也比較多 我可能有比較多的生物產量 可以在這邊去做出現 對不對 那這些生物的產量 出來了之後 我會有比較多的什麼東西 回到剛那個問題喔 你們沒看完的繼續看 但是其他看過的小朋友 你們猜一下 剛才的那一瓶裡面是什麼東西 看過的你們覺得它是什麼 糞便 還有呢還有什麼答案 小魚就是被掛了的小魚 還有什麼答案 蛤 你說魚缸那個洗完清 我寫寫沒事拿魚缸清完 我就給你們看幹嘛 還有什麼答案 你們上個禮拜 有好幾個人都非常熟悉的東西喔 都跟我說你們海參學部的東西 那裡面有浮馬鈴啊 有泡浮馬鈴 所以是有味道的 還有沒有猜猜看 你覺得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你們有幾組在看那個reference的時候 看上禮拜的資料 應該都有看到喔 我所有的食物的來源的最基礎 最上面的那一層是什麼東西 動物性浮游生物 所以這是植物的 好 這個比較是瓶子裡面沒有的 我們瓶子裡面看到的是動物性浮游生物 可是你剛才看到的 我等一下會再講 你剛看到那張藍藍綠綠的圖 它會有非常多是 我可以有這些所謂的植物性浮游生物 對不對 那它有各式各樣的這個型態 那另外一個就是動物性浮游生物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等一下去把它透光照 你可以搖它啦 它不會它沒有這麼脆弱 你會發現海綿堡裡面哪一隻 是動物性浮游生物 這裡面有沒有一隻長得很像它 就它啦 所以當時他們 其實有人在說不確定百分百 對 但是他們說畫海綿堡包的人 是一個海洋學家 所以他會把這些東西都非常的 以海洋相關的認知去把它畫到那個裡面去 好不管 可是 可是這個動物性浮游生物 你們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對不對 都有提到有浮游生物 可是我不是很確定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所以我帶了一瓶 那一瓶喔 你去想看看喔 它是多少多少非常非常微小 那個每一顆就是一隻 那海生 海之系這邊有一個老師 專門在做這個的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實驗室做的 就是它要從顯微鏡下面 去一隻一隻挑出來去分類 到底有哪些 所以它有不同型態的 動物性浮游生物 這個是其中一種 就是它可能從小到大都是浮游性 這個不好意思 後面的字被我剛好打到那個黑底 這個是會變形的浮游生物 什麼意思 就是小時候是浮游生物 長大就不是了 長大就是 就 就是 就是其他的東西 可是它小時候喔 就是它的 它的幼小時候 它是所謂的浮游生物 就是也會是在裡面的 那一瓶裡面的一種 所以 猜看看 這一隻 這一隻 非常張牙五爪的這一隻 是誰的小時候 剛好我們的螢幕蠻模糊的 所以應該看不到那個字 看得到喔 螃蟹 螃蟹答對了 它是螃蟹小時候 所以 它是螃蟹的小時候 這個 是誰的小時候 海鑲 你們都是很棒字喔 這是海鑲的小時候 ец 是誰的小時候 下面又是小這一隻 是誰的小時候 這個 海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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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鑲是什麼東西 海鑲子 海鑲子 不是 很抱歉 海参 他是海参小时候 那中间的那只比较大的 这只就是鱼 鱼的幼生 所以如果 等一下下课如果你有兴趣 你在这里来晃一晃去看 这个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两种 就是包含了 我从小到大都是疲劳版的 或者是我小时候是疲劳版 小时候是浮游动物 可是我长大是 不是浮游动物 我可能就会游泳了 我可能就就是固着性的 或者是我就可以是 离奇性不同形态的物种 那为什么要跟你们看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看他有多小啊 你闲天没事在海里面不会看到 对不对 你海水里面捞起来一把 你会不会看到他 不会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是你们都坐过那个实验船出去嘛 海岩 不知道几号出去 你们应该坐的是三号 出去 如果你们刚好有碰到其他老师 在做实验 他们会是有一个很大的网子拖在后面 然后他会跟你说 我今天拖过了多少地方米 或是拖过了多少顿的海水 然后出来的这些东西 他开始去算 我每一平方米有多少 这样子的这个物种 各自有多少的皮老板 有多少的鱼苗 有多少的虾苗 有多少的蟹苗 那如果你是海里面的那只鱼 你嘴巴要张多大 你才吃得完这些东西 如果你靠这个为生 你就变成 我需要一直嘴巴脏的 跟那个网子一样 跑得非常远 我有可能才吃到这一口 不到一个汉堡肉这么大的 一块我可以吃的这个东西 所以相对来说在海里面 跟在路上是很不一样的 不是我今天竹水海草而居 我抓一抓草我就有得吃 而是我里面可能有 非常非常多的浮游动物 但是不见得是我马上张口 欸我就一颗一颗可以吃得到的 那 诶 好 小题 外话 这个单字可以可以背起来 曾经托福考过 所以如果你们要考托福的话 那个那个是植物性 不有生物托福都考过 蛤托福啊 诶 你们不叫托福吗 多亿你们改叫多亿对不对 不一样东西 这是不一样东西好不好 那还是有托福吗 好 好 好秀走一下这样 那你会说这些动物性浮游生物 跟这些植物性浮游生物 到底跟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或者我需要care它的什么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这是三个不同的海 他发现某一个区块 我可能在五月六月的时候 植物性浮游生物长得好多哦 然后后来到大概七月八月的时候 忽然就变成动物性浮游生物很多 那我在日本海的时候 它有不同形态的这个动物性浮游生物 跟植物性浮游生物的风 或是这个生长的这个曲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如果我今天要在海里面 开始去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有可能捕得到鱼 或者我在什么地方 有可能有这些资源的时候 跟这个有没有关 有耶 因为他们要追着这个吃 因为你们上次的一组告诉我说 诶 那个食物阶层里面 大鱼是小鱼 小鱼是虾米 虾米是浮游生物 所以我如果最底层 这些东西不见了 或是这个最底层 它生长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有可能代表我上面的东西 也会跟着它越来越多 或者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们其中有一组 我应该有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营养的金字塔 跟能量的流动 对不对 刚才讲生态系的那个小朋友也说 基本上我要有所有的植物来源 我才能告诉我 我的生态系是OK的 不然大家全部就小小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学里面 有上层有这些最多的 不管是太阳照 所以我有那个植物性浮游生物 我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参乱之后 我有相关的这些动物性浮游生物 那我可以一只吃的一只 慢慢往下沉慢慢往下沉 你会发现有好多的碎屑 或者好多的东西 沉到了最下面 或是掉到了最下面 变成这些底漆 或者是在下面生活的这些物种 它的食物的来源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些 全部掉在下面的 或者我有一些营养也已经沉到下面的 它怎么再把它拉上来 永生流或者是阳流 所以为什么在有一些地方的海岸 会有特别 就算它没有河口哦 你可能会发现 它的相对的营养盐也是很多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刚好有永生流或者是阳流 把它下面的这个底层 相关的这些掉下去的碎屑 或者是一层一层流下来这些东西 又把它往上带 又把它往上带上来 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或是一个自然的系统 那如果我今天从最下面看 每一个大概都差不多十分之一哦 就是如果我今天最下面是 刚才说那个会考的托福的字 是生物再往上到疲劳板 再往上到底层的这个羽类 再往上到人 那你去算一下 我如果要喂养一个人 我全部都是海洋生物去喂养它 我下面需要多少的东西 我才可以把它填爆 或是我才可以把它的那个能量来源 是满足的 所以在 之后我们会谈海洋包屋 可是在很早期的时候 其实 更早更早一辈的人会觉得 还好大哦 鱼是补不尽的 那个下面的 反正它就每天在那儿养 养出来就是一个大养殖缸 就是让我们去吃的 但是后来才发现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物种 它在每一层的这个营养阶层 或是每一层的这个金字塔里面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些损失 或是都会有一些损耗 所以最后到人的手上 到人的嘴巴里面的时候 已经不是 已经 会是你可以往下去去倍数去算 你要花掉多少倍的那个能量 跟多少倍的 相对来说 这一瓶的这个东西 才可以去喂养到上面的一只的大鱼 跟被我们捕到餐桌上面的那个鱼肉 那这些所有的海洋生态的策略里面 这些所有的物种 从下面刚才说的 织服啊 洞服啊 一直到鱼类啊 到人 会有几种不同形态的策略 然后我们会谈说 让你们去想看看 在不同的这些环境里面 你会要用什么样子的策略去维持 这是其中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图 你们国高中 有没有学过人口成长的时候 学过人口趋势图 可是跟这个好像长得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趋势 假设海工系 假设工程的应该都不会看图 这一条 曲线 我们叫做这个环境的承载量 里面有一组的 你等下会看到他们也有一道环境承载量的盘 假设哦 那个点边的那个东西叫环境承载量 你现在上面看到的 他们有一种叫做生长的这个策略叫 生长的曲线叫做A型态的 那是什么 那是比如说我今天 好 假设我们今天开始全部 大家开始重新重新把高雄市炸掉 大家全部搬到高雄周边有哪边比较适合人住的地方 好 全部搬到那马下 我在那马下挖了一块二十公顷 二十公顷的地 二十公顷太小了 一百公顷 好 然后要开始去那边移居 开始有人开始要搬进那个那马下乡开始去住了 然后地都OK哦 所有的东西都有哦 那你会发现 开始进那马下的那个人一定是成这个状况 东东东东东越来越多 假设那边条件都非常好 就是住到那马下你就不用工作 你有吃有度就对了 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可是多到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 他就开始饱和了 诶我这边的东西水 如果再多一个人可能水就不够分了哦 再多一家户的那个冷气我就没有电哦 再多一户的人 我们可能周边种的蔬菜就不够了哦 那那时候的人口假设是两千三百四十二个人 那你就会发现诶那个那马下 他的人口可能就会停在那边开始上下跳动 诶可能今天搬出去一个 明天搬进来两个 可是基本上代表什么 代表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环境的 差不多的那个饱和程度 所以这个字叫做环境承载量 那所有的环境里面都一样 如果我今天说诶我今天墾丁的珊瑚礁系统 看起来他达到了一个稳定的这个状况 还有一个特定的这个环境的承载量 可是如果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哦 这些鱼没有人作伴 我又放进去了五顿的珊瑚礁鱼类进去 他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发现开始这些珊瑚礁鱼类 如果他已经达到饱和了哦 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相互的竞争 相互的抢食物相互的抢空间 甚至开始因为空间太小去碰撞身体受伤 变得比较脆弱就挂掉 所以他会在那个上下那个环境承载量的上下 开始去跳动他的量 那另外一种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条蓝色的线 是我们比较怕的线 是叫做这一个 就是你们的国中 有没有养过培养敏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有没有那个 好没有啊如果你闲闲没事很好玩 去应该杨磊老师或是李仲林老师研究室 可以去做那个洋菜的那个培养培养敏 如果你想要测试你家哪里最不干净 你就把那个培养敏打开哦 客厅放一个 哪里放一个 餐桌桌上放一个 好放一下之后 过一阵子就把它盖起来 那会过不用过多久啦 大概第二天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去欣赏你的培养敏 开始上面就会出现非常多 大大小小的聚落 而且它的成长会像这条蓝色的线 非常非常快速的成长哦 很快就爆满 爆满到假设你就不打开它哦 不要打开那个培养米 你就出来发现到某一天 这些东西全部都挂掉了就不见了 那代表什么 我如果是这个系统哦 你让它忽然有一个非常挤到非常挤 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到一个很大的拼颈的时候 它可能是全部死亡 就是全部都一起理解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任何一个 一个生态系统里面 我都不希望它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不希望它发生这个这个状况 那可是这两个都存在 所以你就去想看看 我什么样子的状况 什么样子的条件 非常有可能在自然环境里面 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 让这个所谓的物种 变成是这个所谓的J的 J的这条线 那另外两个不同的策略 也会是在生态 尤其在海洋生态里面也会有 或者你们有某一组里面的也有 也有应该也有看到 类似上这样子的这个形态 是其中一种的生物物种的策略 要不要猜一下 从那个猩猩到最旁边的 阿赫我也不知道最旁边那什么 我不知道鲸鱼旁边那一只是什么 很抱歉 假设它是 看起来有点像猩猩 好假设它是猩猩好了 你觉得从最左边的猩猩 到最右边的猩猩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它是跟那个人口成长 跟生殖有关的策略 你觉得是什么 容易死就剩多一点 答对了就是这种东西 容易死或者是 它不照顾小孩的就剩多一点 所以在海洋里面 非常非常多是左边这一种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环境这么大 那个所有的环境这么的不稳定 所有的条件这么的差 开玩笑我不多剩一点 我怎么可能去保 我下面的子下面的那个后代 或者往下面去做做繁衍 所以在越没有办法照顾清代的 那个状况 通常他们选择是 就是我生越来越多 我非常多的量 甚至我可以生非常多次 可是越到右边这个 是会照顾清代的 可是它相对来说 它生一次 它会要花非常非常大的能量 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过 然后那个水族箱 那个鱼妈妈 尤其是那个孔雀鱼非常的可怕 那个母鱼 几乎每天都在大肚子 就是每天都是 那个肚子都满满的 看起来要生小宝宝的感觉 所以它生一次 相对来说 它耗的能量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不照顾清代 那它相对每一个 它的耗的 它对它母体来说 消耗的这个能量会比较低 所以它可以产非常非常多次 可是相对来说 对猩猩 对哺乳类就比较难 所以它耗一次 它会耗母体本身比较大的能量 相对会照顾清代 所以那只是一种 就是因为我要适应这样子的环境 我要适应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人口策略 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生殖的策略 可是就你们的认知 到底对生物而言 海洋环境跟陆域环境 还有哪一些不一样的部分 假设只是放几只鱼给你们看 不要不要放几只鲸豚给你们看 鲸豚不是鱼哦 把你丢到海里因为挂掉 你可以撑多久 好像没试过耶 我们下次来试看看这样 把一个正常的大学生丢到海里之后 多久会自己活着回来这样 如果你觉得你在海里撑不了一个星期 假设 那你觉得我们都不是那个拍没有那么厉害 对啊 上年拍可以撑很久 如果把你丢到海里 你没办法撑这么久 你觉得就一个海洋生物而言 陆域跟海域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有哪些东西是海跟陆差异很大 对生物而言哦 对生物而言 你觉得差很大的东西 因为那差很大就是我把你丢下去 你活不了的原因没 能量 什么样的能量 能量获取就是我刚在路上 我很快早得到麦当劳 在海里我吃了 吃了了不起才一块肉饼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能量获取的方式是一项 还有什么不一样 蛤 什么 我都听到一个字就不见了这样 滲透压 好 盐分不一样 说到下面会咸死 可能会脱水而死 还有什么不一样 呼吸的方式 呼吸的方式不一样 下面那个氧气都埋在水里面 所以我没有塞就会死在下面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不一样 移动方式不一样 对不对 我在下面 我想一下 我要怎么讲 好 我在路上可以走路 可是在下面是完全没有 没有那个戒指不是我可以踩到地上 没有重力的这件事情 也有重力 但是我必须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移动 还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办法煮熟食物 没有办法煮熟食物 也对 但是吃生食会怎样吗 就当作每天吃撒西米这样吃生鱼片这样 应该也还可以活过一个礼拜这样 还有什么不一样 蛤 吃温的问题 温度不一样 没有办法做控温 还有什么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 我在下面会不会压扁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不一样 好 取几个比较大的 不一样的东西 你们刚刚其实很多都有提到 对不对 包含海水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我跳下去 好吧 我可能会浮起来 那也造成在海里面 有没有发现在海里面的物种比较大 大型物种 就是因为如果 蛮建议你们去看那个公式 就之前他们把那个金沙放去海里的那一段片子 蛮残忍的 但是你可以去看 那个金沙被放回海里 他被冲到岸上的时候 他完全动都动不了 需要花非常非常多人力跟海巡人员的力量 去把他拖下去 那可是他在海里对他的说没有问题 因为他觉得体重比较大 所以他可以撑得了 这么大的体重 或是这么大的体积相关的东西 那刚说我的食物的来源不一样 对不对 我必须可能 如果我今天是靠着律食性为生的 我要怎么在海里面绕这么大一圈 然后到最后只吃到这么小的这个生物 我怎么去 我怎么去存活 那我可能刚说的重力不一样 我可能食物来源不一样 我可能光线不一样 在陆地上面我非常容易就有非常好的这个光线 我可以有食物性光的作用 可是我在海里面我超过多少之后 我就没有光线了 或者是我的光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暗 那怎么办 我没有这个光线来源 再往下 声音不一样 氧气不一样 眼度不一样 温度不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所谓海里面的生物 跟富裕生物里面 长得不一样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 欸 不好意思 我可能答我 嗯 错了 这样 嗯 好 我要让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就这几项 刚才你们谈的几项里面我挑出了 因为你们有八组 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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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七组 好 因为有七组 所以我挑了七个比较大不太一样的这个部分 那我要请你们等一下去去思考一件什么事情 我会用等一下下节课的这个时间去做操作 如果我今天温度不一样 如果我是海洋生物哦 我应该这样适应嘛 对不对 我要怎么去做适应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机制 如果我今天沟通的方式不一样 我在陆地上可以非常快速透过讲话 透过不同的形态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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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可是我在水里面因为戒指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沟通的状况不是这么容易就达得到 可能光线不够 不能马上看到 我可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直接听到 那我怎么去做适应 如果假设你是海洋生物的话 那另外有去思考就是 如果我今天真的把你人丢到海里面 你必须要活 就是环境变迁到台湾已经没有陆地了 或者是已经全球都没什么陆地了 就是大家想尽办法要在海里面可以去做生存的时候 你觉得人类可以怎么去演化或是适应出 这些相关的机制或是相关的变化 那我先举一个 你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但是不会是你们刚刚几项里面的其中的例子 有没有看过鱼的尾巴 为什么鱼的尾巴会长得不一样 它高线长得不一样就不一样 为什么鱼的尾巴会长得不一样 功能不同 有什么功能不同 会发现这些鱼 或者是你们下次去鱼市场去看鱼 或者是吃鱼 买鱼的时候 不要那个到餐厅那个鱼尾巴 鱼尾巴都会剁掉的那种 你就去看这三种鱼哦 最左下角的这种是比较适合游很远的 所以比如说Tuna 那个鱼可以去游很远的 所以它的这个尾巴的形态 是让它可以保持一定的续航力的速度 可以游非常远的跟它的体型 上面的那个看起来非常像什么鱼 珊瑚礁鱼类 珊瑚礁鱼类要有非常好的机动性 因为它的环境它需要适应 所以它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非常好的这个机动性 让它晒得比较快 那右下角的这个是它可以加速非常快的 所以它们开始去做研究 开始发现好像这些不同的尾巴 不同的这些鱼类的尾巴 会让它有不同的功能 那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它牵到流体力学 这一定跟流体力学有关 对不对 你们也都修过流力嘛 应该坐在这边的应该也都及格了嘛 对吧 没及格的 你们今天被让几个啊 为什么不敢讲流力被让很多吗 还好吧 好 假设你们流力都过了 假设 所以这些所有的鱼的尾巴代表什么 代表我今天如果哦 照刚才说我在适应这件事情 我在适应不同的移动方式 所以我在水里面我必须要有棋我才能移动 那我又因为要适应不一样的环境 所以我必须要发展出不同的棋的方式 假设我是在珊瑚礁系统里面 我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机动性很高 所以我的棋的方式 就会跟人家长得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要再做一个军事海洋的潜水艇 或者是做一个海洋相关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船也好 或者是很多什么样子形态的移动的物品也好 我有没有可能从这些鱼的尾巴 开始去想一些东西 想一些机制 发现如果我今天需要刚才说加速非常快的 那某几种鱼为什么它可以演化出 加速这么快的这个棋 是不是因为它的尾棋的这个形状 跟它尾棋的相关的这个发展 演化出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能不能去应用这样子的尾棋 去做某一些形态的改善 所以所有的物种 所有你现在看到的海里面这些物种 都是经过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经过了非常久的这些适应的这个状况 去适应我现在应该要有的这个环境的条件 所以让你们下课10分钟 可是等一下我会操作 但是下课10分钟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请你们那一组一样去想一下 哪一个适应条件是你比较有兴趣的 哪一个适应条件是你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然后因为等一下隔壁走了 所以我比较没这么担心 那等一下再回来的时候 会希望尽量一组在同样的一群的地方 所以比如说可能一组 你就是集中在这边 一组集中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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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尽量整组在一起 所以你们可以在下课的时候调位置都OK 好 下课10分钟 那个事情条件 你们现在整组都在一起 对 对 好 那 我在下课上画一个图子 等下课你可以帮我搞定一下 谁是哪一个 就是 你应该最想要板子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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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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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s 呃 第一个温度 有哪一组要 要 天狐 天狐 天杜有人要強嗎? 要講強嗎? 沒有繁殖 好 壓力 壓力有人要選嗎? 沒有繁殖 有人要 有人要搶還是沒有搶? 有 你們 你們先去 你們要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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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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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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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間帶 有人要搶嗎? 潮間帶 好 營養來源 一組 有人要搶嗎? 沒有 沒有 有一個學號嗎? 沒有 沒有 繁殖 繁殖有人要嗎? 確定嗎? 呃 繁殖 沒有 到底要不要? 繁殖要我們要我們要繁殖 有一個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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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溝通沒有 好的你們猜猜一下吧 快點 你就可以搶嗎? 你不要搶你搶我 可以啊 行了 你搶真的嗎? 囡囡 你搶金蛋 這邊搶 好 好 那剩下的你們就是 了 可以選了 你同學 把他自己來搶走 他自己聽得懂 勇漢 他剛剛在那邊聽到我講 你為什麼這樣很想把你吃這樣放 都有了 那我要你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幫我每組發一份他們的講義 這個講義是 我等一下會把繼續把上面的畫完 蛤 不是啦 這個是你們各組寫的那個東西啊 自己寫 我幫你們每一組的 每一組的把所有的人都 所以你們手上有的這份是每一個大家 所有同學的各組的給你的答案 所以 但是有一組非常厲害有寫英文喔 所以你們裡面會有上次談到的 有超肩帶別人幫你整理好的喔 有超肩帶有 可口有紅樹林有 各式各樣的形態對不對 你們現在也都有了一個適應的條件 對齁 好 聽好喔 我要你們做什麼事情 我要你們 我要你們 等一下用大概 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就好 不可以太多 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做一件事情 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們小組討論一下 這一份裡面有一些 你們可以看的 可以參考的資訊可以看 可以去借用 那我要你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假設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這組是岩度 我是裡面的生物 你覺得我要發展出 什麼樣子的適應條件 可以適應海裡面跟 或者是朝天帶不一樣的 溫差的這個 岩差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岩度的這個狀況 你們覺得我可以有哪一些 適應的機制 這是第一個喔 好 所以等一下你們要非常快的 十五分鐘之後告訴我說 第一個你會希望你們發展出 什麼樣子的適應的機制 第二個 如果人類就是我們 好要去開始適應這樣子的變化 就是如果人真的要丟下去 我開始要去做適應嚴度啦 或是適應壓力啊 或是適應這樣子的這個狀況 你覺得人會有什麼樣子的策略 我可以去適應嚴度的調整 或者是我可以是主動的被動的演化 或是我主動去發明一個什麼機制 能夠去適應不同的嚴度的變化 跟嚴度的調整 那第二件你們相合這件事情之後 請你們組裡面自己派一個人出來 把你們覺得會發生這件事情的東西 畫在這個圖上 它會在哪裡 會是你們覺得比較大 會如果我今天假設壓力 我要去做一個抗壓的潛水裝置 或者我可以放在這個海底的地 或是可以放在任何的地方 隨便你 可是去思考看看 如果我今天人類要去適應這件事情 我要去適應 發展出適應海水差異 物理環境的差異的時候 我應該可以演化出什麼樣子的策略 或是你們會去建議 什麼樣子的策略 可以去放到這個上面 好 那你們先 你們可以給你們10到15分鐘的時間討論 那我跟書教會在下面run 所以有任何的問題可以找我們 等我把這張圖畫完之後 或者有任何的不清楚 你可以舉手叫我們都ok 好不好 張主任你入境的喔 我沒有 最後沒有連接到這邊 我還沒有 沒有時間把它連接到 你們上個禮拜做的這個東西 那剛才說的 這個都只是你們初略初步 我今天人在這邊 完全沒有給你們機會回去Google 或是你們回去可以再查資料 或是可以回去有很 可能你們當 剛才有非常多手機可以Google的這個部分 所以 希望 你們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下禮拜我們要坐船 對不對 欸 下禮拜 剛剛說 好 請大家回去 把這個東西完成 什麼意思 每一組 正在你們剛才說的東西喔 你可以回去把你們剛說的東西 欸我到底去查一下 到底那個金魚怎麼生小孩的 或者我回去到底查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剛才你們說 到底烏龜跟海龜 啊 鹿龜跟海龜 差異在 是不是真的差異在這個地方 那 每一組 你們只要給我兩張簡報就好 就是PPT的簡報 就是這兩個 一個個一張 一個是剛才說 欸這個生物到底怎麼做的 我們回去查一下確定的 欸我到底是不是 就是真的 是我們剛才講的這些資料 到底有沒有一些 我沒有看到 或是沒有想到 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策略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那 所以剛才我說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很像 剛才我說那個魚的起 第一件事情是 你告訴我 到底他們演化出了什麼樣子的狀況 他有什麼適應的策略 或是機制 那如果人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子適應的策略 或是東西 好 那就 下下個禮拜 帶來就好 下下個禮拜 帶來就好 上傳給助教就好 上傳給助教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下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 會把這個東西去做結束 去做 到底這些生物的適應性 跟他的生態的環境 跟我們現在談的 不同的這些區位 你們上個禮拜 看到不同的方式 這個區位 有什麼大的關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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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